各位同学好,欢迎来到机构设计与应用课程 我是授课老师,台湾科大机械系郭靖兴 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单元是1.4机构设计程序 在之前的课程里面,同学们都已经了解到什么是机构 什么是机构设计,还有机构设计一开始我们需要怎么做 要做就是先把问题给定义清楚 有了问题之后呢,就可以进行到机构设计的程序了 在谈设计程序之前,我们想先来谈谈其他一个东西 先把这个事情先了解好,再来谈设计 同影片上面看到两个名词,合成与分析 其实这两个字都跟设计有关,这两个名词 那合成,它的英文叫Synthesis 它是一个名词,它的意思是从无到游 那什么叫从无到游呢?待会我们会来说明 分析,Analysis Analysis,它的精神是精益求精 一个叫从无到游,一个叫精益求精 那这两个东西到底跟设计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先来谈合成 合成其实它就是用好几个元素 综合出你想要的东西 比如说,以前大家化学课都有学过 我可以用氢跟氧 综合出水分子 我把氢跟氧拿来结合在一起 它就是一种合成 或者是煮面 煮面也是一种合成 我们可以把面条 牛肉 卤汁 酱油 盐巴 统统混在一起 那这混在一起之后呢 它就可以形成一碗美味的牛肉面 这也是一种合成 牛肉面的合成 或者是在 机械里面 我可以用齿轮 皮带加上马达去驱动 它就可以合成出一部 机车的传动装置 所以合成在很多领域都有 不只是机械 在化学也有 在烹调也有 我们都是在进行一种合成的程序 来产生我们要的东西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合成它就是一种设计的手段 好的 所以 无论是化学 烹调 机械它都用得到合成 那它合成的精神就是 我有好几个元素 然后我用一种方法 把它融合在一起 在化学 在水分子来讲 我用化学反应 让它融合在一起 那组面的时候 我让面条 让盐巴 通过物理反应把它结合在一起 那或者是在机械系 的机械元件 我透过 齿轮啊 或者是皮带的结合 组合成一部机械 所以合成 有化学变化 或者是物理反应 它都是一种合成的程序 那相反的 分析的步骤就不一样了 分析如果根据定义啊 它是一种步骤 它用来探讨事物之间 组成的元素 还有各个元素之间 它的彼此的关系 像刚刚谈到的水分子 我们在合成的时候 是把氧跟氢 结合在一起 变成水 可是分析的时候 是颠倒的 我们有水 那我们就要透过 实验的仪器 来分析看看 这个水到底 有什么组成的 那透过我们 精确的分析 就可以知道 原来它是氢跟氧 所共同组成的 这就叫分析 或者是一碗 好吃的牛肉面 它为什么会好吃呢 我们就可以来分析它 比如说这碗牛肉面 它加了多少的面条 多少的牛肉 那它里面酱油的比例 是怎么样呢 盐又有多少 透过分析 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一碗牛肉面的组成 有什么 或者是刚刚谈到的 机车传动装置 它里面到底有什么 原件构成的 原来里面有齿轮 有皮带 有马达 那把一个 我们所知道的东西 透过某种 程序 某种步骤 去探讨这些东西 它里面组成的元素 还有这些元素 跟元素之间的 连带关系 这就叫做分析 所以 我们可以知道 合成跟分析 它是 刚好是相反的 合成好像是 你想要有一个东西 但你不晓得怎么做到 你就试着把好几个元素 组合在一起 把元素组合在一起 形成一个你想要的 这就叫做合成 那分析刚好颠倒 把一个现有的东西 拆解开来 去了解一下 里面到底有什么 这就叫做分析 所以我们一开始就要讲到 合成是一种 从无到有 那分析是一种 精益求精 从无到有就是 你想要的东西 还没形成 所以你把它 组合出来 那精益求精 就是已经有这个东西了 那你把它 探讨一下 里面到底组合的方式是什么 希望让它变得更好 所以合成跟分析 都是一种设计的手段 例如 在机械设计的时候 如果你想要一种 很硬的金属 但你又不想要怎么做 你就可以透过合成 去实验看看 到底什么金属 加上什么金属 可以产生合金 那这个合金 它就会变成一种 很硬的合金 那你要透过 不断的实验 找不同的元素 来组合在一起 你才有办法达到 你想要的硬度 那这就是这种合成 或者我们看 这个桥梁的设计 它也是可以透过分析 来达到你想要的 桥梁的安全的强度 比如说你又 先决定好桥梁的形状 用什么样的混泥土 底下的支架 怎么去支撑 然后藉由我们在 材料力学所学的 你就可以去分析它 它夺到的重量压在桥梁上面 它底下的支架 撑不撑得住 如果撑不住 我们是把哪一根支架 变长变短 接点移动一下 或者是把桥面变宽 等等的 那改变这些参数之后 再去分析它一次 看看它的力量是不是我们要的 那一直迭代 一直分析到 哦 原来最后这个设计这个桥梁是安全的 那你就可以结束你的这个分析的行为了 所以合成它通常是一次到位 选定元素 直接达到你要的结果 可是相反的 分析它往往需要多次来回的修正 我先有一个东西 然后去分析它 是不是符合我的需求 分析出来结果不符合 那我去修改我的设计 修改完再去分析一次 看看是不是我要的 这样子改了再分析改了再分析 通常 这样来回几次之后 就会得到我们想要的 那么在工程的领域 通常我们设计的手段是分析 而不是合成 因为合成是一种很难的问题 往往我们都不晓得 到底我可以选用什么样的元素 才能够组合出我要的机器 所以 我们在大学里面 如果同学是机械系的 或者是电机系的 这种工程学院的同学 你在大学学的都是在学你 都是在教你怎么去分析 往往没有在教你怎么去合成 所以 通常在工程领域 设计的手段是透过分析去达到的 像我们刚刚 谈到的这个桥梁的设计 我不晓得 我到底桥梁材料要选多粗 支架选多厚 多长 我的桥梁才是安全的 我们往往都是先把一个桥梁 不管三七二十一 先有一个再说 然后再透过不断地去演练计算 用电脑去跑 很多的计算的流程 我们最后才能够达到我要的桥梁 那当然 这样子多次来回的这个来回计算 它是很耗时间的 好 所以透过刚刚的介绍 我们可以了解到 设计它分为合成跟分析 而在机构设计里面呢 同样的我们也是可以透过合成跟分析来做到 一个标准的机构设计程序 就如我们现在头影片所看到的 它分为五大步骤 有问题定义 构造合成 尺度合成 运动分析跟力量分析 那这五个步骤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接下来为各位一一说明 那首先问题定义 如同我们前几堂课讲的 问题在哪里 问题就是你的运动需求是什么 那运动需求 同学还记得吗 包含直化跟量化 也就是你的运动的形态是什么 数值是什么 比如说 我希望 有一个东西可以来回摆动60度 摇摆60度 或者是我希望有个东西 它可以产生一个椭圆的轨迹 或者是我希望有一个圆盘 它可以先加速 然后再暂停 这些都是机构设计里面的运动需求 那有了这些需求之后 我接下来就可以进行构造合成 那构造合成 其实它就是指机构元件的选用跟组合 透过这些元件的组合 产生我要的运动的形态 比如说 我可以有很多个机构元件 我可以选用弹簧 或者是选用皮带 选用链条 选用连杆等等的 然后把它组合出一个 一整个机构 那这个机构给它输入运动 就可以产生输出运动 就可以产生我要的运动形态的搭配 那这些元件到底怎么选用 怎么组合 这些问题就叫做构造合成 合成出我要的构造之后 下一个步骤就是机构尺寸的合成 那在机构设计里面 它有一个专门名词 称为尺度合成 就是在形容这个步骤 决定它的运动有多少 比如说我们刚刚 透过机构元件的选用 组合出我们要的机构之后 我就可以来设计 每个元件它所对应到的长度 比如说 如果今天是设计一个机械手臂 那到底每个手臂长度要多少 它才会达到我想要的运动 或者是 我在一个生产线里面 设计一个机构 一个传动系统 那里面有皮带轮 有大的轮子跟小的轮子 那大小轮之间 它到底半径比要多少 或者是两个皮带轮要距离多远 才能够产生我想要的运动 那或者是 我的机构的输入元件 我要一个马达 那到底这个马达转速要转多快 才能够带动我的输出运动 它是合乎我想要的速度 那这些跟机构尺寸相关的 有数值的 我们就称为尺度合成 那合成出我要的机构 的形态 还有我机构的尺寸之后 下一个步骤就进入到运动分析 就有一个机构给你 那里面的尺寸都决定了 那我就来分析看看 我马达转几度会带动我的输出 移动到哪边 产生什么样的速度跟加速度 这个就叫做运动分析 运动分析做完的 下一个步骤就叫做力量分析 也就是机构它传逆性能的评估 比如说当我马达转几度的时候 我的机构的输出端 它可以产生多大的力量 或者产生多大的力矩 力量对力量之间的评估 这就叫做力量分析 那这五大步骤 就是我们的机构设计的标准程序 所以今天的课程要让同学了解到 机构设计其实包含机构的合成 跟机构的分析 那合成是一种从无到有的步骤 选用组合出你要的 那解答当然常常就会有 很多种不同的解答 那分析的话 它就是在研究 我们合成出来的结果 是不是我们要的 那同学记得 对于机构设计来讲 它有五大步骤 这五大步骤牵涉到合成与分析 包含问题定义 构造合成 尺度合成 运动分析 以及力量分析 这五大步骤组合出我们的 机构设计流程 以上说明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见到